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台天上天下为他独尊的乘风休旅 一台堪称人类史上最接近极致的Family Car 假如你舍得驾着他上街买菜的话 当任何选购一台休旅车的理性考量 都不足以套用在他身上 狂人日子这回更想知道的 反倒是这台Ultra SUV到底何德何能 足以撑起那高达1380万元新台币的空车售价 在我手边呢有一份Bentega的选配的清单 那就让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台车的选配的价格到底有多么夸张 首先呢Name Audio 1800瓦的多声道的音响系统 6300英镑 再来是行李箱里面的 Molinar客制化的野餐组合 297万台币 Bralin有百年龄 他们打造的中控驼飞轮的话 510万台币 如果你把所有Bentega可以选的套件通通选上去的话呢 1344万6133.85元新台币 这个价钱已经供你在台北市中心买了一个套房了吧 哦忘了说 这台车还选了一个碳纤维的套件 则是要160万台币 当然身为史上最昂贵的休旅车 Bentega的选配清单确实也令人炸舌的可以 只是身为Bentega创厂以来的第一次的SUV尝试 就算来自工艺层次 好比麦可乔丹的Bentega Moolinar产线 早已注定了他不菲身价的事实 但这终究无法解释那跋山倒树而来的英吉利空母 究竟厉害在哪 所以我决定驾着他出去晃晃 如果你有在留意网路时事新闻 你就会知道2016年 在Google上搜寻最多的一个字呢 叫做Serial 中文就是超现实 这就是这台车给我的感觉 哈哈哈哈 它真的不像是会存在于这个地表上的一台车 我试过Continental GT也试过Mossain 可是没有一台车能给我Bentega的感觉 它有一套系统叫做电子防晴杆 所以它会针对你的车速还有这个转向的角度去自动去调整它的防晴杆的软硬度 不管你在什么样的悬吊模式操作它 它开起来都是四平八稳 过弯没有侧情 转向没有迟疑 你国高中学的物理课本 通通可以拿去烧掉了 这真的不像是一台SUV会有的表现 它真的是太灵活了 无论在随时随地什么样的模式底下 它永远都是维持在最Smooth啊 最顺畅的那种感受之中 很均衡又很协调的让人无话可说 我就好像透过科技 它把过去一些看似不合常理 不可能同时共存的一些特质化为现实 而且喔 这台车它的音响实在是太正点了 我跟你讲 那个低音啊 仿佛是会穿透你的灵魂 我没有听过这么clear的低音 在这台车上 而且它的音响调教实在是太棒了 还记得喔 Honda 用跨越已知的界线 来当做是 9.5代Civic Type R的 广告的slogan 但我跟你说喔 这才是真的 跨越了已知的界线 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解释 它怎么可以存在的这么的完美 而且我是发自内心的 这台车确实不同反向 当标价 这也不足以是左右销量的关键 任何你所想象的到 人类已知的 最顶尖 也是最不计代价的 巅峰造车工艺所溢注 淬炼 并且极大乘而来的Pantata 不只在每一个细节 与面相都堪称极致 更是完美的容不下半点 足以令人挑毛病的空间 不过这种只因天上有的紧绷组合 却也不禁让我有了这样的疑问 这两年喔 露营啊 几乎是一股不可逆的风潮 甚至啊 我身边有很多的车友呢 都是为了在周末家人 能够带着全家老小 一起去旅游去露营呢 所以才刻意换了这种车身更高 而且空间更大 并且视野更宽广的休旅车 但是啊 通常我们所熟知的露营 其实是非常贴近市井小林的生活的 所以这也不禁让我有一个 这样的疑问啊 当我们今天开的是Dentega 有没有可能 我们将原本通常都是很平易近人的露营 给推向另外一个境界 然后说 推向极致呢 为了能来一场极致的露营 我特地前往新竹尖石的深山里 并广邀我所能想到 露营圈最顶尖的几位专家 一起来共襄这场史前无力的盛举 好啦 感谢各位今天的历领啦 所以我们今天的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要来一场史上最奢华 最极致也是最铺张浪费的露营 那大家准备好了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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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杯 坦白說 我自己也是一個很愛錄影的人 但是今天 真的是我史上看過最奢華 也是最極致的一次錄影 看看這幅景象 我們到底幹了什麼好事啊 儘管這真的不是你通常會在錄影裡面見到的場景 但不曾遍過的美酒 佳肴 好友與不曾間斷的歡笑 恨得少了手機訊號 少了世俗紛擾後的寧靜致遠 卻也是錄影 之所以總是讓人著迷又無法自拔的最大原因 只是步調緩了 節奏慢了 平時總嫌不夠用的時間 無形間進也多了 所以我決定 做些什麼來打發時間 真正的手沖咖啡 就有Customizer Chris 我的好朋友 來教我到底要怎麼煮 我上次連沖水都不OK 其實手沖咖啡其實三個事情比較重要 就是水溫 然後水跟粉的比例 還有就是摸豆子的刻度出息 就是三件事情 如果你大概抓住的話 你大概應該就可以沖出不錯的味道了 比我上次沖得好喝太多 那是當然了 你說什麼意思 這樣可以做嗎 我好擔心 我做的會塌掉 什麼叫煮茶 這個是湖南茶 這些茶都是少數民族跟游牧民族在一起 因為那裡的人就是一直在牽移 那所以他們沒有蔬菜 缺乏蔬菜 所以代表這個茶裡面有非常 非常多的微量元素 他們也是這樣當搭帳 你去到他們就好 如果你帶了什麼什麼 你送他們錢啊 送他們肉啊 他們什麼都不缺 但是你送這塊茶 他們特別高興 不要告訴我這是最後一塊啊 這該不會是最後一塊了吧 我好生氣喔 我現在只覺得很憤怒而已 嗯 放個很輕鬆 經歷的層串豐富卻也相當盡實的放風行程 緊繃了整整兩天神經的我 確實也有了好幾分倦意 只是與營地的主人 同時也是國內相當著名的髮型師 Wind的一陣閒聊 卻也再次勾起了我的好奇心 所以開始疫檢多久了 差不多8年了 有8年這麼久 為什麼會想要開始疫檢呢 很小的時候 我爸都會騎著摩托車 我們家是雜貨店 拿著什麼乖乖桶啊 餅乾啊 然後到那個孤兒院跟幼兒院 在過年的時候去送給那些小朋友 然後我爸就跟我們說 如果將來你們有能力 一定要幫助別人 後來我一直在想 為什麼每一年過年都 帶著我們去到孤兒院 我才想到說 他可能是因為很小就離開家 然後跟著軍隊來到台灣 所以我覺得他也是有一種 對家的思念 然後我就想說 我也很想要回饋到部落 因為部落的小朋友 他們其實環境其實沒有很好 因為我們家的環境 從小也沒有不是太好 但是常常受到別人的幫忙 那我覺得被幫助的感覺 是很溫暖的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良性的循環 然後我覺得也是一個力量的擴散 真的有能力之後 對 你會開始 也想要回饋這個愛 對 從看山是山 看山不是山 直到越過山丘後 終能看山是山的 至高境界與感動 當你經歷過了最璀璨 也是最巔峰的階段 終究 你會明瞭人生最重要的 往往不是爬得多高 而是當初孕育出我們的那塊土地 與它的點點滴滴 不過重點還是這家 絕無僅有的SUV 儘管市場上 並不缺乏高單價的休旅 但Bentega 至高無上的定位 與絕對的盡善盡美 不只令休旅 不再只是解決 機能與需求的單純延伸 甚至會讓人開始重新思考 一台尊榮座駕除了既有的形式 與絕對奢華的意象外 再賦予了絕對機能後所象徵 更開闊也更深遠的終極世界 當極致無法西移 當任何的框架與邏輯 都無法套用在它身上 又要人如何定義一台如此 潛無古人的孤高之作呢 本人的孤高的孤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